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一本 源自中国的中医 但是被日本人 发扬光大的医术 叫复诊术 因为这本书写得很好 我会系统的 把它讲一下 一个视频可能讲不完 今天先讲一下序 他说复诊之法 肇事于内经和难经 发展于张仲景 亦诊即审病 辩证论之之首要 就是我们之前 妄文问妾 复诊实际上是妾的一种 我们之前呢 妾都只是认为是枕脉 就是把脉 实际上呢复诊也是一个 但是呢因为我国 复诊制度影响 他就说从唐朝以后 我们 汉族文化遵宠孝 身体发肤 都是受制于父母 尤其是这个胸腹啊 是不方便给外人看的 所以从唐朝之后啊 我们的中医院很少说是 触摸病人的胸腹 这一块来诊断的 觉得受受不轻嘛 只限于脉诊一法啊 千余年来呢 复诊几去湮灭 日本自唐宋以来呢 不断派遣留学生到中国来 尤其是以见诊法师东渡 两国文化交流日真昌盛 中国医药学呢 就源源不断的传入日本 其中呢 以伤寒论和金贵药略 形成了日本汉方开山 古方派一家呢 尤其推崇复诊 并发扬光大 十八世纪 日本的汉方家 道业课文里 撰写了《赋证其揽义书》 之后呢 他的陆氏弟子何九田隐士 又撰写了《赋证其揽义》 以语义其诗之所著 两书总结了 京方辅证的各自特点 在客观上 给人以辅证辩证论之规矩 日本汉方医学家 奉为经典 研读效法 中国的京方派 梁华龙医生 他的老师呢 是著名的京方派大使 刘杜舟 就把日本的这个 复诊技术翻译 引入到中国 水流迁在归大海 经复诊之处 复还于中国 以一坛之佳话 今天呢 我先介绍这一些 它里面呢 对复诊的支数 介绍的很详细 我后面慢慢的 来把它做几个视频 给大体的给大家讲一下